儿子,你赶紧回来,你老婆给你戴了绿帽子,你的儿子不是你亲生的。 爸,你胡说什么呢?你是不是又喝多了? 我可没胡说,你赶快回家一趟,等你回来你就知道了。 好吧,那我现在就赶回去。 浩宇说完,就挂了电话,随后就急匆匆地往家赶,十几分钟后,浩宇赶到了家。 爸,你在电话里说什么孩子不是我亲生的,又说我老婆给我戴了绿帽子,这话可不能乱说,你这么说有什么证据啊? 证据,你还跟我要证据,你自己好好看看桌子上的证据。 浩宇拿起桌子上的鉴定报告,鉴定人是父亲和自己的儿子。 爸,你是不是整天吃饱了,没事干了?你怎么和我儿子去做亲子鉴定啊?你给我儿子做鉴定,这算什么事? 你个臭小子,怎么跟你爸说话的,这鉴定要是我不做,还不知道媳妇竟然能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来。 你是我的儿子,你的儿子就是我的亲孙子,就应该跟我这个做爷爷的有血缘关系。 可你再看看这份鉴定报告,最后的鉴定结果的是什么?我的孙子竟然不是我的亲孙子。 浩宇,你赶紧跟张晓云离婚,我们老王家丢不起这个人,更可气的就是,他让我们帮别人带了这么多年的孙子。 我是真的没想到,张晓云平日里,看上去那么乖巧懂事,居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,真的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 他枉费了我们老两口,平日里对他那么好,自从孩子出生以后,就是我跟你爸从小带到大的,没让他受过一天的苦,一天的罪,可是我们却一直在帮别人带孩子。 你说这张晓云怎么这么狠啊? 谁说不是,孙子是我们辛辛苦苦带大的,我们一直把他当宝贝一样,彭在手心怕摔了,含在嘴里怕化了。 可他现在突然就不是我们家的孙子了,这下我们怎么能接受的了呀?我现在真想打死那个臭女人。 爸,那你能告诉我,你为什么突然会带我儿子去做这个鉴定吗?这个鉴定又是在什么地方做的?会不会是鉴定弄错了? 孙子是我们老两口一手带大,在他小的时候,我就经常带着他到小区公园里溜弯,可是经常有人开玩笑地说,孙子不像我们老王家的人,但是我却一直都没放心上,认为别人都是在开玩笑的。 可是最近我一碰到那个跳光场舞的李老头,他就跟我说,孙子不像我们家的人,一点都不像我儿子的孩子。 起初我也没太在意,可他每次见到我都这么说,我也越看孙子越不像你,更不像我们家的任何一个人,只是有点像他妈而已。 于是我就想去做个鉴定,可又怕你们会不同意,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孩子去做了个鉴定,只要孩子跟我有血缘关系,那他就是我的亲孙子,就是你的亲生儿子。 可现在摆在眼前的事实,却证明了他不是做鉴定的医院,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心医院,这么大的医院,难道还能弄错吗? 事实就摆在你面前,王浩宇,你怎么还能不相信呢? 反正你现在必须跟他离婚,我们老王家绝不要这样的儿媳妇。 说什么,我也不能相信我老婆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 这么多年,我们的感情一直都很好,这些你们都是知道的,他不可能去做对不起我的事情,他都嫁到我们家这么多年了,你们也应该清楚,他根本就不是那种水性洋花的人。 是不是这样的人,谁又能看出来呢?谁又会把这几个大字写在脸上了?难道人家要告诉你,他是什么样的人吗? 反正你爸说的没错,这样的女人我们家坚决不要。 我觉得肯定还是这份鉴定报告的问题,一定是医院弄错了,我相信我老婆,她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。 你这个傻儿子,证据都已经摆在眼面前了,你怎么还能不相信呢? 你这是被他表面给欺骗了,女人都善于伪装,你要是再不信,你现在就打电话让他过来,你跟他当面对质,到时候他要是不愿意承认,你就把这鉴定报告拿给他看一下,在这铁证如山的证据面前, 看他还敢怎么狡辩。 那好吧,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过来,到时候你们说话可别太难听了,事情没搞清楚之前,我觉得还是别把关系搞得太僵了,不然以后还怎么相处啊? 行了,我也算是看出来了,你就是个七管言怕老婆的人,你老婆都这样对你呢,你竟然还在为你老婆说好话,真是个没用的东西。 爸,我不是怕老婆,我只是尊重她,夫妻之间没有谁怕谁的,因为我爱她,所以我尊重她,也愿意相信她。 爸,我现在打电话让她过来,到时候你们都别说话,让我来说吧。 就这样,王浩宇给老婆张晓云打去了电话,让她赶紧来父母家一趟,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。 十多分钟后,张晓云就匆忙赶到了家里。 爸妈,你们这么着急把我叫回来,是有什么事吗? 浩宇在电话里又不跟我说什么事,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了。 爸妈,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做错了,惹你们不开心了? 那你们说出来吧,我一定会改的,只要你们不生我的气就行了。 不生气,你还有脸让我们不生气? 我们现在恨不得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儿媳妇,这种事情摆谁家父母头上会不生气啊? 你还要不要点脸了? 什么我要不要脸呢? 妈,你说什么呢? 到底因为什么事,你要这样说我呀?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,心里还不清楚吗? 你做出这样的事出来,你对得起浩宇吗? 你对得起我们吗? 那我到底做什么了呀? 你们倒是跟我说清楚啊。 浩宇,你说我到底做了什么? 爸妈会这么生我的气,你打电话让我过来,那你告诉我阿生什么事? 老婆,这个事,你让我怎么开口呀? 你个没用的东西还怎么开口? 你直接把报告拿给他看,等他看完了,看他还怎么说。 张晓云看到浩宇手里拿着东西,于是上前一步,就把浩宇手里的鉴定报告夺了过来。 这是什么? 张晓云,你自己好好看看吧,还敢问这是什么? 这就是铁证如山的证据,你看完了,看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? 我是真的没看出来,你居然是这样的人,枉费了我们这么多年,对你这么好。 你真的是太不要脸了。 你说你怎么能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出来呢? 我儿子那么爱你,对你那么好,我们老两口子也是把你这个儿媳妇捧在手心里,可你居然做出这么伤风败俗,这么不要脸的事情,我真想狠狠地抽你一大嘴巴。 妈,你能给我看这个什么意思啊? 还有浩宇,你什么意思啊? 你让咱爸和我们的儿子做亲子鉴定,你想证明什么呀? 咱爸还住在这里呢?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出来?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,你胡说什么呢?你好好给我看清楚,这鉴定报告是我带着孙子去做的,你再看看最后的结果,说我和孙子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。 对啊,我也看到了,那你怎么会跟我儿子没有血缘关系呢?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? 我还准备问你呢,你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? 王浩宇是我的儿子,而你们的儿子却和我这个做爷爷的没有血缘关系,那不就是说他不是我的亲孙子吗? 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了,你居然还这么无所谓,你告诉我这孩子到底是谁的?你到底背着我儿子找了几个野男人? 爸,你说什么呢?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?我什么时候背着浩宇找别的人了?你可不要污蔑我。 证据就在你的手里,怎么还成了我们在污蔑你?你还要不要脸了?你赶紧跟我儿子离婚?我们老王家没有你这样的儿媳妇,简直是丢尽了我们老王家的脸。 对,你们赶紧去离婚,然后带着你的孩子滚出我们老王家,以后我们都不要再见到你。 浩宇,你倒是说句话呀,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?我没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,孩子确实是我们两个的,我除了你没有第二个男人,你要相信我呀。 小云,我相信你,可那这个鉴定报告又怎么说呢?你总要给我个解释,给我一个相信的理由吧。 那假如是咱爸的这个鉴定报告弄错了呢?你们就凭着这一份报告,就说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吗?你们不能这么冤枉我呀。 冤枉你什么呀?我们现在也不想再和你说那么多废话了。现在就一个要求,你们俩赶紧给我去离婚,然后你带着孩子离开我们家。 爸,我不想跟小云离婚了,我相信小云不是这样的人。 儿子,你怎么这么没出息,这样水性洋花的女人,你还要她干什么?都不知道她爸妈怎么教养出这么不知羞耻的女儿了,真是丢人现眼。 听着公婆说这难听的话,小云是既委屈又伤心,可是婆婆又突然连自己的父母都骂了,这让她实在无法容忍。 你们不就是要我跟浩宇离婚吗?我可以答应你们跟浩宇去离婚,但我有个要求,你们只要答应我的要求, 我立马跟她离婚。 小云,你说这话什么意思?难道孩子真的不是我的吗?你还敢跟我提什么要求?我可告诉你,如果孩子真不是我的,那我肯定会跟你离婚的,你的什么要求我都不会答应你的。 王浩宇,看来你也不相信我,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,你竟然对我这一点信任都没有,看样子,我跟你的这个婚事离定了。 我的要求很简单,不是跟你们家要任何东西,我只要王浩宇跟我儿子去做一份亲子鉴定,我亲自陪着他们一起去做, 鉴定完之后,不管什么结果,我都会跟王浩宇离婚的。 还有那个必要吗?事实都已经摆在眼面前了,再做一次还有什么意义? 不管有没有意义,这一次必须要做。王浩宇,你跟我现在就去把孩子带着,我们现在就去医院做亲子鉴定。 说完,小云就带上孩子和王浩宇一起到医院去做了一个亲子鉴定。 一个小时后,王浩宇,你自己好好看看,没想到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,你竟然也不相信我。 王浩宇接过报告仔细地观看,老婆,孩子是我的没错,是爸妈他们误会你了。 难道就只有你爸妈误会我吗?难道你没有误会我吗?现在我们可以去离婚,我们现在就去吧。 老婆,我可不想跟你离婚,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跟你离婚的,我就知道你不可能做对不起我的事情,毕竟你那么爱我,对不对? 其实,小云也并不是真的想跟王浩宇离婚,她也非常爱王浩宇,她这样做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。 太好了老婆,现在可以确定儿子是我亲生的,我们现在赶紧回爸妈家,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。 他们现在还在家里愁眉哭脸的,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,也好让他们高兴一下。 你认为他们会高兴吗?你认为这件事情能告诉他们吗? 老婆,你在说什么呀?我怎么不明白啊?这是为什么不能告诉他们?现在都真相大白了, 都已经证明你的清白了呀。 王浩宇,我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?你也不想一想,你是你爸的儿子,你和我们的儿子有血缘关系, 而你爸和我们的儿子却没有血缘关系,你难道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? 而且两份亲子鉴定报告,都是在同一家这么有权威的大医院做的,根本就不可能出错。 所以你爸的那份亲子鉴定报告也是准确的,你想想这个问题,你还能高兴得起来吗? 怎么会这样呢?难道我不是爸的亲生儿子吗? 你爸都敢带着你的儿子跟他做亲子鉴定,他肯定是很确定你是他的儿子,所以他才会这么做的。 那你的意思是,不会的,我妈她绝不是这样的人。 是不是我可不知道,自己回去跟他们解释吧,我等一下要回娘家。 老婆,这个可怎么办啊?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跟爸妈说?你还是陪我一起回去吧,我一个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 我和你一起回去,又能让我怎么说呢?难道你是想让我告诉你爸妈,儿子是你亲生的,却和你爸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吗? 你说,你爸妈他们还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吗? 而且在他们的认知里,就已经很确定地认为,是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,因为孩子是我和别人生的,我回去了不是自讨没趣吗? 无论我说什么,他们都会认为我是在狡辩。 老婆,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对不起你,我不该不相信你,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,这件事该怎么跟我爸妈解释,让他们记不起一心,又能不逼着我们离婚。 听你这话的意思,就是想让我做冤大头吗?我又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,凭什么要我受这么大的委屈啊? 我告诉你,王浩宇,你想都别想。 老婆,就算是我求你了,只要我心里明白你是真心爱我的,你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我的事情,这不就行了吗? 你管他们怎么想的,反正他们总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吧。 那你告诉我,你准备想怎么说? 老婆,我是这样想的,我们回去以后,爸妈要是问起亲子鉴定的事情,我就说我们没有做鉴定,我相信孩子一定是我的。 可是你爸做的鉴定报告,又怎么解释啊? 那我就说,不管孩子是不是我亲生的,以后他都是我的孩子,就算孩子不是我亲生的,我也认准他以后就是我儿子。 总之一句话,不管孩子和我有没有血缘关系,他永远都是我儿子。 王浩宇,你有没有替我考虑过?你这样说的话,你爸妈还能饶得了我吗? 老婆,我当然替你考虑了呀,我就跟他们说,这辈子我都不会和你离婚的,这辈子我就认定我老婆一个人了。 不行,你这样做只会越描越黑,依我看,我们还是回去直接说了吧,省得费这么多脑筋,说不定到最后还会弄得我里外都不是人。 不能说呀,老婆,这个事情千万不能说呀,我求你了好不好,要不然这样好了,等一会儿回去以后,你什么话都不要说,无论他们问什么,都由我来回答,你只要很坚定地表示不跟我离婚就行了,好不好? 你让我不说话也可以,但是你最好让你爸妈别太过分,还有,你把鉴定报告给我,鉴定报告要放在我身上。 老婆,为什么要把鉴定报告放在你身上,放在我这里不也一样吗? 肯定不一样,放在我这里就是想告诉你,让你爸妈对我别太过分了,不然我就把这个报告往桌子上一拍,看你们怎么收场。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,假如你爸妈搜你身不就麻烦了,放在我这里总比在你身上安全。 那好吧,不过你千万要忍住了,千万别把报道拿出来。 好了,我知道了。 一个小时候,王浩宇和张晓云回到了父母家,可是刚进门,浩宇母亲就对着晓云大吼大叫。 张晓云,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,你还有脸回来,赶紧跟我儿子把婚离了,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了,我们老王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。 妈,你说什么呢? 晓云她是我的老婆,是你们的儿媳妇,怎么就不能来家里了? 还有啊,我也要告诉你们一下,我是不可能跟我老婆离婚的,以后这件事你们就别再提了。 臭小子,你说什么,这样的老婆你还要她干什么?你不嫌丢脸,我们还嫌丢脸呢。 还有,我让你去做鉴定,你做了没有啊?现在有了鉴定报告了,你起诉跟她离婚就更方便了,而且一分钱的家产都不用分给她。 爸,你怎么又说到分家产的事情啊?我都已经说了,我是绝对不会和我老婆离婚的,我也没去做那个鉴定,因为我已经想通了,不管孩子是不是我的,他永远都是我的儿子,我也永远不会跟我老婆离婚的。 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,就当做没发生过,我们还是一家人,还像以前一样生活,这不是挺好的吗? 王浩宇,你还是不是个男人,你老婆都已经这样对你,你居然还想跟她过下去,你都已经替别人养了几年的孩子了,你还想替人家养到什么时候? 王浩宇,我告诉你,这件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,你要是还想跟她过,你就别认我这个爸,我没有你这样没用的儿子。 爸,你这又是何必呢?我们一家人和和气气的生活,不是挺好的吗?干嘛非要整出这么多事情出来呢?我很爱我老婆,也很爱孩子,我是不可能和他们分开的,我求求你们就别逼我了。 此时浩宇的母亲,看儿子竟然会这么没出息,心想肯定是被儿媳妇蛊惑的。浩宇母亲一下子冲到儿媳妇面前,直接抽了儿媳妇两个大嘴巴的。 张晓云,都是你这个臭女人,做出了这么伤风败俗的事情,居然敢做对不起我儿子的事情,还蛊惑我儿子不跟你离婚,还要替你养别人的孩子。 看我今天不撕烂你这张脸,看你以后还有没有脸贱人,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去招惹别的男人。 这个不要脸的女人,真是丢尽了我们王家的脸,你爸妈怎么教出你这样的女儿,你可真是有人养没人叫啊。 妈,你干什么呀?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?非要动手吗? 为什么不能动手啊?这样水性洋花的女人就是欠她,不打她难解我们心头之恨,要不是看她是个女人,我都想上去打她几巴掌。 爸,你就别在火上浇油了,你们就都消停一点,别再给我添乱了好不好。 此时的小云被婆婆这么一闹,一下子委屈的都快要哭了,气愤的大声吼道。 你们都够了,你们凭什么要打我?我又没做错什么事,你们要是再这样,就不要怪我不客气。 对,到时候后悔的,可是你们。 王浩宇听到老婆这样说,瞬间就明白老婆是想把鉴定报告拿出来了,于是他赶紧说道。 老婆,你先别生气,你大人有大量,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,我知道都是我妈不好,不管怎么样,她都不应该动手的。 你这个臭小子,你说什么胡话吗?妈,这也是在替你出气,你怎么还怪起我来了?你还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。 妈,我不是那个意思,我只是想让大家都冷静下,不管什么事,我们都可以好好商量,像你们这样难道就能把事情解决吗? 小云已经被气得满脸通红,再加上心里的委屈,更是让她气愤不已。 小云狠狠地给了王浩宇一嘴巴子。 王浩宇,这件事你自己一个人留下来慢慢解决吧,我可不愿意留下来受这份气。 小云说完,就怒气冲冲地夺门而出,一个小时后,小云回到了娘家,进门后就跟父母哭诉了这件荒唐事,一边哭着一边诉说着自己心里的委屈,娘家人听后都怒火冲天。 妹妹,你先别哭了,等我下次遇见王浩宇,我一定替你出气的,我不会让我妹妹白白地受这个委屈的。 过了一会儿,哥哥说他又事先出去一会儿,而此时,被父母赶出来的王浩宇给小云打了几个电话,小云都没有接听,于是他就给丈母娘打去了电话。 妈,我是浩宇啊,小云是不是回你们那里了? 小云是回来了,可是一回来就哭到现在,王浩宇,你凭什么让我女儿受这么大的委屈?你这样还像一个做老公的样子吗? 妈,对不起,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,既然事情你们都知道了,那我也就直说了。 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让小云受委屈了,但我真的没办法,我总不能让小云把鉴定报告拿给我爸妈看吧,那样的话,我们家岂不是要闹翻天了? 就算你不想把鉴定报告拿出来,你也要保护好你的老婆呀,看你妈把我们家小云,脸上给打得到现在还通红通红的,从小到大,我们都没动手打过我们家小云一下,现在却被你妈给打了。 就在此时,小云听妈妈提到鉴定报告,愣了一下,心想大事不好,赶紧从母亲手里抢过来电话。 老公,你赶紧去你爸妈那里,现在就去,立刻马上。 怎么了老婆,我刚被他们从家里赶出来,你干嘛又要我回去啊? 你听我的就对了,我哥拿着鉴定报告,可能是去你爸妈家找你爸妈去了。 王浩宇听到后,瞬间感觉大事不好了,而小云的哥哥,此刻已经赶到了王浩宇父母家了。 张小马,你怎么来我们家了?你妹妹都做出这样的事了,你怎么还有脸来我们家? 这段时间天气转冷,我是怕你着凉,给你来送点帽子呢。 你个兔崽子,你在说什么胡话,我要你送什么帽子。 至于是什么帽子,你自己拿去看吧。 小云哥哥说完,就把鉴定报告递给了王浩宇父亲,浩宇父亲接过报告说道。 这是什么? 这是你儿子和你孙子的鉴定报告,你孙子是你儿子的亲生骨肉,所以你们别想再冤枉我妹妹了。 你说什么,怎么会这样呢?他们怎么可能会有血缘关系的呢?这不应该啊。 你现在不是响应不应该,你应该想想为什么你的孙子和你的儿子有血缘关系,却和你这个做爷爷的没有血缘关系,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 小云哥哥说完,就笑呵呵地转身离开了。 好你个梁倩倩啊,原来你才是那个狠人呢,你居然隐瞒了我这么多年, 你骗得我好苦啊。 哎呀,妈呀,怎么把事情转我这里来了,我可什么都没做呀,你这样说真是想冤枉死我呀。 就在此时,王浩宇和小新也匆匆忙忙赶到了父母家,王浩宇看到家里这个情况,于是赶紧劝父亲。 王浩宇,你凭什么劝我,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,用不着你管,真没想到啊,原来我才是那个受伤最深的人,养了几十年的儿子,居然不是我亲生的。 他爸呀,你别胡说八道,浩宇就是你的儿子,生他的时候,你不就站在产房外面的吗?你是第一个抱他的人,你难道不记得吗? 我是第一个抱他的人,可我抱的是别人的肿啊,他和我没有血缘关系的,我知道了,一定是那个跳广场舞那个李老头的了。 年轻的时候,我就觉得你们关系不对劲,如今他却又搬过来和我们住在一个小区,你们是不是这么多年都没断过联系啊? 老头子,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了呀,浩宇真的是你的儿子,我这一辈子就只有你这么一个男人了,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? 要我相信你很简单,你敢不敢让浩宇跟我去做一个亲子鉴定?等结果出来了,我看你还怎么狡辩。 我狡辩什么,做就做,有什么好怕的,你去做,我也去做,浩宇也去做,我们大家都去做,可不能让我受这个不白之冤。 妈,你做什么呀?要做也是我跟我爸去做,你跟谁去做? 我跟你爸也做鉴定,跟你也做鉴定,我们都做鉴定,不做鉴定怎么能证明我的清白呢? 妈,你是不是糊涂了? 好了,浩宇,你别说了,咱妈可能是被急糊涂了,你就别再说她了,要不然就这样吧,你就和爸妈分别都做一下鉴定吧,不然咱妈现在这个样子肯定说不通的,只是多花几个钱而已。 于是,一家人又来到了医院,王浩宇和父母分别做了一份亲子鉴定报告,一个小时候,父亲拿着自己的鉴定报告暴跳如雷。 梁倩倩啊,梁倩倩,我是真没想到,你竟然是这样的人,你居然能骗我一辈子,你可真是个狠人。 可是我真的没有啊,浩宇就是我生的,你也是第一个在产房外抱他的人,我这一辈子也只有你一个人了,怎么会这样呢?老头子,你可一定要相信我呀,浩宇他真的是你的孩子。 妈,你就别说了,这亲子鉴定报告都出来了,你还解释什么呀?你越解释,我爸的心里越难受啊。 浩宇,难道你也不相信妈妈了吗?妈妈不是那样的人了,妈没有做对不起你爸的事情了,你要相信你妈呀。 你们先别吵了,这里还有一份鉴定报告,结果却是妈和浩宇也没有血缘关系。 怎么可能一定是医院弄错了?浩宇出生的时候,是我把他大肚子的妈妈送进产房的,生出来后也是我第一个抱孩子,怎么可能浩宇和他妈都没有血缘关系了呢? 是啊,为什么我和我爸妈没有血缘关系啊? 浩宇分明是我怀胎十月在医院里生的,怎么会和我没有血缘关系了呢?你们说,会不会是医院鉴定报告弄错了? 妈,这个可能性应该不大,毕竟这么大的医院,出错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。 好了,这事我们先回家再说吧。 就这样,一家人回到了家里,刚回到家,浩宇就有气无力地说道, 老婆,我现在脑子好乱,刚开始以为我的儿子不是我亲生的,好不容易证明了我的儿子是我亲生的,现在我却又不是爸妈亲生的了。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,一下经历这么多事情,我都快崩溃了,现在我连亲爸亲妈是谁都不知道。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?现在浩宇都和我们没血缘关系了,那我们老王家的香火可就真的断了。 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孽啊?从小养到大的儿子,竟然和我们都没有血缘关系。 爸,你先别难过了,婆婆是在医院生的孩子,那会不会是在医院里报错了? 不会的,怎么可能报错了?孩子生出来以后,医生还把孩子抱给我看了一眼,跟我说是一个男孩,当我看到孩子的时候,高兴得眼泪都流了下来,但我当时的身体太虚弱了,根本没办法抱孩子。 医生就跟我说要抱出去,给家属确认一下,你爸当时就站在产房外面,医生就把孩子抱给你爸了。 是啊,我当时站在手术室外,医生抱着孩子走到我面前,说是个男孩,然后我就高兴地把孩子接过来,抱在怀里。 那你从医生手里接过孩子以后,孩子后来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你们吗?一直都在你们身边的吗? 当时生好雨的时候,是个大冬天,天气特别地冷,那个时候医院的设施也没有现在的好,再加上好雨出生的时候有点缺氧,所以医生就建议我们把孩子放进保温箱里待几天,这样孩子就不容易被冻着。 我就抱着孩子跟护士去了保温室,也是亲眼看着护士把孩子放在保温箱里的。 我还清楚地记得保温箱上的牌子是9号。 那当时院的保温室里面,还有其他孩子吗? 没有其他孩子,当时保温室里就好雨一个孩子,因为有些人家的孩子没有缺氧的话,就没有选择放在保温室里,毕竟孩子放在里面倒是需要花钱的。 后来我几乎每天都站在保温室门外看着孩子,好雨在里面待了三天,护士就把孩子抱给我们, 我们就出院回家了。 从那以后,好雨就一直跟在我们身边,就更不可能和别的孩子弄错了。 好雨既然是妈妈亲生的,又没有和别人弄错,那好雨怎么会和妈没有血缘关系呢? 这里面肯定还有什么事情,被你们遗忘了,爸妈你们再好好想想,特别是在医院的时候,还有就是在保温室出来的时候,保温室里面还有其他孩子吗? 好雨从保温室里抱出来的时候,是我和护士一起去的,我就站在温室的门口。 而且保温室里就好雨一个孩子,又怎么可能报错呢? 不对呀,老头子,你难道不记得了吗?就在好雨出生的那天夜里,隔壁的那个孕妇也生了个男孩,你回到病房还跟我说,那孩子生下来身体就弱,当天夜里就被送到保温室里了,你是第二天一早去了才知道的。 老太婆,你这样一说,我倒是想起来了,是有一个孩子也被送进保温室了,但那孩子第二天就出院了,好像是他们家里出了什么事情,一家人急急忙忙的就收拾东西出院了。 那你们说,会不会是那家人把孩子跟好雨抱错了? 这个应该不会的,因为那个孩子放的是六号的保温箱,而且好雨放的是九号的保温箱,护士去报好雨的时候,我是看着护士从九号保温箱里把孩子抱出来的,人家六号保温箱的孩子前一天就已经出院了,保温室里只有好雨一个孩子,我又是亲眼看着护士抱出来,你说这怎么可能弄错?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孩子既然也没有报错,好雨也确实是我生的,那我怎么可能和好雨没有血缘关系呢?老天爷,你怎么能跟我开这种玩笑啊? 妈,你先别哭了,我是觉得吧,估计问题还是出在医院里,依我看,咱们还是找到当年好雨出生的那家医院去,跟医院说明情况,看医院能不能把当年的资料都调出来,也许还能从其中找到些线索。 可是都这么多年了,还能找到什么线索呢?就算是有线索确认报错了,都这么多年过去了,这人海茫茫的,又怎么能找到报错孩子的那一家呀? 妈,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,医院里都是有产妇的信息的,只要能调取出信息,肯定能找到这家人的。 可就算找到了,又能怎么样呢?那孩子毕竟是在人家长大的,又怎么可能认我们?到时候别搞得那孩子不愿意认我们,浩宇再不要我们了。 那我们就连一个孩子都没有了,我们将来还能让谁来给我们养老? 妈,你别难过了,不管怎么样,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儿子,就算我不是你们亲生的,那我也是你们一手养大的,我也一定还会给你们养老送中的,以后会永远陪在你们身边的。 你如果不愿意去找,那我们就不去找了,我们还像以前一样,你们依然还是我的亲生父母,我也还是你们的亲生儿子,这件事情我们以后谁都不要再提了,你们看这样好不好。 这个我不同意,如果是真的报错了,那怎么能不找呢?那可是我的亲生儿子,浩宇,我也知道,我这样说可能会让你心里不舒服,但是那毕竟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亲生儿子,是我们老王家的根啊。 如果不找的话,那我们老王家的香火可就真的断了,你能理解爸的心情吗?我可不能让我们老王家的香火在我手里断了啊。 老公,你还是让咱爸去找吧,如果这件事情不搞清楚的话,咱爸妈这一辈子心里都不会踏实的,不管结果怎么样,我们只要还像以前一样孝敬爸妈就行了,至少不能让咱爸妈留下遗憾吧。 那行吧,那我们明天就去我出生的那个医院,去把这个事情彻底的搞个清楚,不然的话,我自己心里也过不了这一关。 第二天,一家人就赶到了当年浩宇出生的医院,在跟医院领导说明情况后,医院的领导也非常的重视,让他们留下联系方式,说医院会给他们尽快回复。 就这样一家人在煎熬中等待了三天,三天后,一家人匆忙赶到医院,医院领导跟他们说了一下调查结果,原来当年浩宇被放在保温室的时候,浩宇是被放在九号的保温箱里,当天隔壁夜里出生的孩子是放在六号保温箱里的,后来那天夜里生孩子的那对夫妇,以为家里有急事,就提前出院了,急急忙忙的就让一个实习生护士,去把六号保温箱里的孩子给他们抱过去。 于是护士就到保温房里,把六号保温箱的孩子抱给了他们,可是当护士下午到保温房里看孩子的时候,却发现六号保温箱里的孩子还在里面,可他明明记得上午抱走的,就是六号保温箱里的孩子。 护士再仔细一看,原来是九号保温箱的牌子上面的螺丝掉了,以为护士是刚来实习的,由于害怕医院处罚,更怕会因此丢了工作。 于是他就把九号保温箱的孩子重新上好螺丝,然后又把六号保温箱里的孩子放到了九号保温箱里。 所以,浩玉父亲才会说自己亲眼看着孩子,是从九号保温箱里抱出来的。 全家人听医院领导说完后,既气氛又无助,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,这样奇葩的事情,竟然会让他们家遇上来。 既然事情,你们都已经调查清楚了,也就是说这件事情都是医院造成的,可我们现在又该怎么办呢?我们又怎么去找和我抱错的那一家人呢? 医院领导告诉浩玉,医院会对他们双方做出相应的赔偿,医院也已经联系了和他们抱错孩子的那一家人。 说明了情况,让对方也尽快赶到医院来,和浩玉他们一起跟医院协商解决方法,对方直接就答应了,还说用不了多久就到了。 一个小时后,对方果然到了,可是来的人却是浩玉的岳父岳母他们。 爸妈,大哥,你们怎么来医院了? 女婿啊,我女儿说你不是你爸妈亲生的,说是医院通知你们,今天过来和抱错孩子的人家碰头的,这是不是真的呀? 是啊妈,我也没想到,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我身上。 我们是接到医院通知,说我当年被抱错了,让我们过来和抱错孩子的对方协商解决的。 王浩玉,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?我们也是接到医院通知,说我当年抱错了,让我们来医院和对方一起协商解决的。 难道医院说和我抱错的孩子,难道就是你妈?不会有这样巧的事情吧? 就在此时,医院领导告诉浩玉,说这就是和你抱错的那一户人家。 当医院领导这么一说,所有人都被这句话给震惊了,谁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巧的事情,特别是浩玉夫妻俩,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 真的是没想到,怎么会有这样巧的事,亲家,原来当年和我们同一天在医院生孩子的人家,就是你们啊。 是啊,亲家,我也是万万没想到,原来当年,和我老公一起在保温室门外看孩子的人就是你啊。 哎呀,这事闹得真的是太巧了,谁都没想到的事情。 谁说不是吗?咱们两家可真是有缘分啊,现在是亲上加亲,好上加好啊。 好什么好啊?好什么好啊?你觉得哪里好啊? 这样一来,我的大舅哥,就成了我爸的亲生儿子了,我就成了我老丈人的亲生儿子,也就成了我老婆的亲哥哥了。 可他现在是我的老婆,我和小云现在可是夫妻啊。 现在突然之间,我和小云就变成了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妹,你们叫我怎么办? 是啊,我以后和浩宇该怎么相处啊? 这样的事情,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啊?为什么呀? 浩宇说完,就伤心跑出了医院,小云连忙追了出去,浩宇爸爸也赶紧拿出手机给浩宇打去了电话。 可是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,一个小时后,浩宇终于接了电话。 爸,我现在真的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,养育了我二十几年的父母,居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。 自己最爱的老婆,居然是自己的亲妹妹,原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,居然是自己的亲生父母。 任何一件事情都让我无法接受,更何况现在全部都发生在我身上。 而且,我和小云还有了一个孩子,你们叫我现在能怎么办? 怎么去面对老丈人和丈母娘,又怎么去面对小云,怎么面对我们的孩子啊? 儿子,爸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,让你一时无法承受,但是既然发生了,你就不能选择逃避,就必须勇敢地去面对和解决它。 你现在这样跑出去,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吗? 难道我们养了你二十多年,你就忍心让我们这么担心你吗? 我跟你妈现在还在医院里,你就赶紧回来吧,跟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,就别让我们再担心了。 是啊儿子,爸妈都知道你心里难受,爸妈也不知道该如何劝你,但我们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,你就忍心让我们为你担心吗? 你赶紧快回来吧,可千万别做什么傻事啊,爸妈真的很担心你啊。 经过父母好长一段时间的劝导,浩宇也不愿意,再让父母为自己担心,于是就和父母回到了家。 而小云和父母回到家后,一直痛哭。 志强,你说现在怎么办?我们总不能让孩子一直这样哭吧? 再说,这件事情如果不能说清楚的话,你让两孩子以后怎么面对彼此啊? 是啊,突然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,别说俩孩子接受不了,这种是无论摆在谁的头上都无法接受的,我看现在也是时候告诉孩子真相了。 爸,你们还有什么真相没说啊?我们家不会还有什么离奇的事情,是我们不知道的。 本来我叫了快三十年的爸妈了,可是突然有一天爸妈告诉我,他们不是我亲爸亲妈了。 王浩宇和他爸妈前两天刚被我羞辱嘲讽了一番,如今我却成为他们亲生儿子了,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,你说这都叫什么事啊? 行了,你就别再添乱了,这件事是和你妹妹有关。 女儿,爸妈今天要告诉你一件事情,这件事情我们隐瞒了你们兄妹俩二十多年,本来我们是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你们的,但是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,我们也不得不告诉你们了。 小云看着父母一脸认真的样子,知道肯定是有什么大事,于是急忙问父母。 爸妈,到底什么事啊?难道还有什么事,会比我跟浩宇是亲兄妹还要重要吗?我现在被这件事情,弄得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,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浩宇,还有我们的孩子了。 我们就是因为,你跟浩宇的这件事情,才不得不把你的身世告诉你。闺蜜啊,其实你跟浩宇是没有血缘关系的。 妈,你说什么呢?医院不是已经证实了当年浩宇和大哥是报错了吗?那么浩宇就是你们有血缘关系的亲生儿子,而我是你们的女儿,我跟浩宇都是你们生的,我怎么可能跟浩宇没有血缘关系呢? 闺女,浩宇是和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亲生儿子,这个没有错,但是你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,因为你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。 妈,你说什么?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,这怎么可能呢?你不是在骗我吧? 妈妈没有骗你,你不是我跟你爸生的,所以你跟浩宇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,你和浩宇结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,你这下可以放心了。 爸妈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我怎么突然就不是你们的女儿了?你们快跟我说清楚啊。 这件事情还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,本来我跟你爸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你的,可是现在没办法,只能跟你说了,当初从你进入我们家门那一天起,我们就把你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看待,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此。 那个时候,你哥哥张小马还不到一周岁,突然有一天我们接到一个电话,就是你的亲生母亲在医院里给我们打来的,他让我们赶紧到医院去,说他们夫妻俩出了车祸。 因为你爸妈从小就是孤儿,他们都是在孤儿院长大的,你爸妈跟我们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,所以两家无论谁遇到什么困难,都会彼此帮忙。 而且你父亲当年在工地上还救了你爸一命,所以他俩的关系就像兄弟一样。 等我跟你爸到达医院后才知道,原来是你爸妈骑着自行车,不小心被车给撞了。 那个时候你的母亲已经怀孕八个月了,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,你的亲生父亲已经因为伤势过重走了,而你母亲的伤势也不容乐观。 医生告诉我们,如果想保住大人,就不能生这个孩子,如果一旦选择生这个孩子,那么大人就会有生命危险。 我们也劝你母亲不要这个孩子,最关键的是保命要紧,可你母亲说什么都不同意,她跟我们说,孩子的父亲已经不在了,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唯一的孩子。 为了你的父亲,她无论如何也要生下孩子。 你母亲其实也知道她自己伤得很重,就算她选择不生孩子,她也会有生命危险。 所以你母亲就拉着我的手跟我说,她决定生下这个孩子,如果最后她不在了,就请求我们一定要将孩子抚养长大。 那我们就把你当作我们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,我们当时就答应了你妈妈。 后来你母亲生下你不久,就因为大出血走。 你爸妈的后事都是我们帮忙料理的,然后我们就把你抱回了家,当作我们的亲生女儿抚养长大。 如果不是发生浩宇和你哥的这件事情,我们这一辈子都不会选择告诉你的。 因为爸妈真的不想让你再承受任何打击,因为你一生下来就没有了亲生父母。 所以这么多年来,我们从来都不让你受一丁点的委屈和伤害,因为我们也一直把你当亲闺女一样看待。 原来是这样,难怪从小到大,无论妹妹做错了什么事情,你们都从来不责怪她。 有些事情就算是妹妹的错,最后挨打的人却是我。 那个时候,在我们看来,你是我们亲生的,而你妹妹毕竟是你爸好友的女儿,我们肯定要对她偏心一点。 爸妈,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应该高兴,还是应该难过。 应该高兴的是,我和浩宇并没有血缘关系,那我们俩的婚姻就不存在任何问题。 而难过的就是我居然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,而我的亲生父母早在二十多年前就不在了。 而我却直到今天才知道这个真相。 爸妈,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真的让我难以承受了。 这些爸妈都知道,但是闺女,现在摆在眼前最重要的事情,就是赶紧告诉浩宇, 让她别胡思乱想,千万别做出什么傻事出来,你还是赶紧打电话通知她吧。 小云也觉得父母说得对,于是就赶紧给浩宇打去了电话。 然而小云打了好几个电话,都无人接听,于是一家人就直接赶到了浩宇父母家里。 老公,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,你怎么都不接呀? 我,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吗? 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,我们俩突然就变成亲兄妹了,这让我们以后还怎么生活? 老公,你不用再担心了,我永远都是你的老婆,我和你结婚也没有任何关系,因为我跟你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,你就不要这么担心难过了。 老婆,你说什么呢?我现在是你爸妈的亲生儿子,你是他们的女儿,我怎么会和你没有血缘关系呢? 因为我根本就不是爸妈的亲生女儿,我跟爸妈也没有血缘关系,所以我跟你就更没有血缘关系了。 老婆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? 于是,小云父母就把事情的经过,跟浩宇一家又说了一遍,两家人也为这突然的改变,脸上也都露出了笑容。 浩宇也终于不用担心她跟老婆的血缘关系了。 而浩宇此时突然发现站在一旁的大舅哥一声不吭。 我说大舅哥呀,你怎么从进门到现在一直板着个脸,一声不吭啊,我和你妹妹没有血缘关系,你应该替我们高兴才对啊,可你怎么看起来愁眉苦脸呢? 你们是都高兴啊,可这对于我来说却是无望之灾啊,本来我是个局外人,你们跟你爸妈闹了个鉴定风波,却把我也给牵连进来了,弄得我现在却不是我爸妈的亲生儿子。 可你不是也找到了亲生父母吗?你的亲生父母就是我的爸妈呀。 这个我知道,可我前几天还因为你们做的亲子鉴定的事情,对你爸妈还是一顿羞辱,可现在他们却变成了我的亲生父母,你让我怎么好意思去面对他们啊? 听完张小马的话,两家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,就别再提了,谁都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,我们也根本就没有怪过你。 是啊,当时那个情况,你为了你妹妹这样做也是情有可原的,所以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。 这么说,你们也原谅我了,你们也不省我的气了,对吗?那真的是太好了,那我就太谢谢叔叔阿姨的理解了。 臭小子,你怎么还叫叔叔阿姨呀?他们现在可是你的亲生父母,你应该叫他们爸爸妈妈呀。 对啊,大舅哥,我反正一直都叫老张人他们爸爸妈妈的,也都叫顺口了,而你现在突然要改口,是不是有点不习惯了? 哥,你就别扭扭捏捏的了,赶紧叫一声爸爸妈妈。 于是张小马平复了一下心情,公公正正地站在浩玉父母面前,叫了浩玉父母一声爸妈。 这下好了,我的亲儿子终于也找到了,只是没想到会是亲家的儿子。 现在我的儿子也是你的儿子,浩玉本来就是我们半个儿子,现在又成了亲儿子了,我们现在可真是亲上加亲啊。 是啊,真没想到我们家的事情会这么离奇。 不管怎么离奇,总之现在这个结果是最好不过的了,要是和别人家报错的话,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呢。 大舅哥,你能帮我解答一个问题吗?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关系,以后你让我儿子管你叫什么呀?我们现在这样的关系,孩子应该怎么称呼大家呢? 张小马被浩玉问的一时不知如何回答,弄得一屋子的人都哄堂大笑。 如今这样的一个结果,对于两家人来说都是在好不过的,两家便一家,以后也一定会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的。 朋友们,你们觉得浩玉的孩子,以后该如何称呼这一大家子人呢?